对于豪车,大家都会讲到老斯莱斯·布加迪和宾利,这些车之所以能够成为豪车,那都是因为这些车的造型都是极致的奢华,配置高,有着强大的性能,不过对于这些豪车来说,那都是动辄上百万的售价,很多人也只能在心中想一想了,不过最近在一个停车场出现了一辆白色的宾利豪车, 车主现身之后才知道是一位年轻的女子,当她回头的瞬间,大家才知道,原来车美,人更美,从途中我们能看得出来,这是一款宾利欧路,这款车的售价在当时高达近五百万,可见好吃的售价还是非常高昂的,而且作为一款跑车,这款车的造型还是非常不错的,对于这位女车主来说,看起来也是非常合适的,所以可见,为何很多网友会说,人车都想要, 不过这款车可不仅仅是徒有其表,它的性能方面也是非常牛的,这款车配备了6.0T W12物轮增压发动机,匹配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,最大马力可达630匹,百公里加速仅需要3.7秒, 这速度还是非常可怕的,所以可见这款车能够达到这个售价还是有实力的,而且作为一款跑车来说,这款车还配备了全市四驱系统,而且虽然是一辆跑车,竟然还能够坐四个人,真正的坐到了鱼与熊掌兼得的地步,那么对于这款售价极高的好车宾利欧路,大家怎么看呢?你喜欢这辆车吗? 感谢观看